一看起來我就已經不太喜歡他這個outfit了 為什麼呢? 大家看到了 因為這件長衣來講 way too big 真的非常之大 但是以我記憶中來說 蘇永康他永遠都是穿一些oversize的東西 就是穿一些很 bulky的東西 可能是他的style 或者是他喜歡 但是呢 其實oversize和 bulky來講 obviously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尤其是他不是真的那麼高 bulky已經是一個不好的 term 所以他經常都看起來很臉腫 很矮 甚至是很肥胖 所以我不明白為什麼他會喜歡這樣穿 但是這個是他個人喜好 不過如果以fasher的好看來講 他的綠其實是不好看 好像這件衣服一樣 你見到前面有個洞 旁邊有個洞 雖然是design 但是這個design非常之怪 很坦白 其實呢 It's not a bad outfit 他不能穿 但是呢 整個衣服來講太low 即是我們所謂太low成 那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如果大家聽我說慣都知道 我一向不是一個big fan of 這個斜薄的衣服 因為斜薄的衣服其實很欺人穿的 因為斜薄的衣服其實很欺人穿的 斜薄的衣服來講 很容易被一種很cheap的感覺 或者是沒有class 或者是不夠highclass 那這件衣服也是很typical 大家可以看到的 斜薄的衣服 有點怪怪的 即是沒有class 顯得不好看 雖然他的shoulder line也挺漂亮的 但是你這條高腰的 full pocket dot print的這條裙 其實是ok的 我覺得是挺漂亮的 是不錯的 但是 for some reason 總是好像有些東西 missing something missing 雖然這條裙呢 令到他很高 有高腰 而且 pocket dot也ok 但是呢 感覺上呢 整個look來講都很 It's too mature 我都說了 即是太老成了 再加上 pocket dot也太多 太密的 然後他又穿了白色的衣服 白色其實搭配黑色 搭配裙子ok的 但是這對白色的衣服 又太白了 所以整個look來講都怪怪的 我本身就很喜歡cochet的東西 所以呢 他這條cochet dress都挺漂亮 也都挺特別 因為不是經常見到 這條裙呢 其實是有pros and cons的 即是有好有無好 好的什麼就是 剛才我講的呢 因為cochet比較特別 尤其是set 這個to-piece set的cochet dress 整個是比較特別的 那橙色也都很搶眼 但是同一時間呢 橙色是一個concept 即是一個問題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本身這個女生來講呢 他的皮膚不夠白 所以他襯橙色來說呢 那個橙色帶不回來 因為橙色是很欺人的 除非你很白白到白淚透紅 你穿橙色就會很漂亮 但是這個橙色來說呢 因為他不夠白呢 他就更加黑 更加黃 所以來講呢 就不是一件好事了 再加上呢 這個cochet來講 雖然漂亮 但是呢 又是比較老了一點 條裙有長 所以比較conservative 那他襯上一對白色的ankle boots 即是有一些心思的 有軟的 因為他本身知道自己的底裙都是白色的 因為是see through 所以他應該會看到 因為這個橙色不是他的顏色 所以就算他穿白色的ankle boots來講 但是本身的眼睛不適合他 即是如果我是他 我寧願可能加黑色 甚至是白色的cochet 我相信可能他會穿得好看一點 甚至粉紅色 我覺得他都可能carry到 但是橙色來說呢 sorry了 他就一般的 首先第一件事我都講了 他的sert dress來講 is way too big 大家可以看到 戴到來講 他根本是托不起的 不要說我懷疑 本身不是一條裙來的 本身不是這樣穿的 但是他買一個oversize的來 特意這樣穿 無論怎樣都好 這件衣服穿了太大件了 再加上我設計 那些mixed color 那些print 那些graphics 就sorry to say that it doesn't look cool at all OK 如果你好想sexy 那你就不要穿過tent top 但是你又要穿個tent top 那如果你怕太過sexy 你不想show off的時候 那你扣回那顆鈕 但是你又要打開那顆鈕 但是你又要穿個tent top 那我覺得那就是怎樣呢 再加上大家看到 他的boot 沒錯 很funky 很有型 但是跟他這個sert dress 是完全不match的 沒有一樣的match 甚至大家都有些紅色 有白色 但是是不可以混合一起的 那所以他沒有一樣東西match 又沒有樣東西look good的時候 即是如果大家是我了 你覺得我可以給他多少分呢 他這個是一條個的裙 只不過他本身的graphic print 來說就很聰明 令到大家有一個illusion的感覺 如果大家有留心看的話 在他的頸的位置 他看起來好像穿了一個straight across led line 即是我們叫做露薄的一些top 其實來說他沒有的 這個是整件的print 所以他根本就是一個 蓋上了的 綺麗又沒有就的top的graphic 下身來說 其實整條裙子 是一條裙子 腰間那是黑色的 現在中間來說 是一個收腰的graphic 所以感覺上讓他的身材很好 很slim 其實也是一個錯覺 是一個視覺效果 其實他只是一個slim fit的一條裙子 因為阿姐來說 其實不是真的那麼瘦 下身來說也很聰明 配上紅色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對比 這個lau的full graphics來說 給人感覺 他是穿了一個套裝 或者兩件頭的一個 露薄很sexy的一個set 其實不是一條裙子 然後他配上了一對 黑色的有爭的booter 其實看起來你問我 我作為明星來說 我覺得是ok的 不過始終這個graphic spin來說 我覺得是有少少太過誇張 It's just too much